嗨,我是九月 你想给女孩子准备美食的话 可以试试这个烤羊排 羊肉鲜嫩可口 搭配美味多汁的蔬果和浓香型白酒 口感更加丰富 撒上自然粉,黑胡椒粉,海盐腌制2-30分钟 腌的时候来洗一点蔬菜 土豆去皮切成薄片 小西红柿对半切开 撒上自然粉,胡椒粉 放进烤箱,两面更好10分钟 锅烧热,放一点黄油 油温烧高一点的时候 把腌好的羊排放进去 加入蒜头,每面煎1-2分钟 煎到变色就可以了 好好的土豆铺顶,铺上一层洋葱 旁边铺满小番茄 煎过的羊排给骨头上面裹上锡纸 放在C上面 每块上面放一小撮迷迭香 刷上橄榄油,撒上少量的自然粉和胡椒粉 用锡纸封住,把四边都捏紧 烤箱预热 上下火230度烤15分钟 美味的烤羊排就做好了 新鲜处的烤羊排 烤好的羊肉有一种特别的焦香 味道厚重 配上新青蛇主义白酒高光会非常爽口 学会了就去做给你喜欢的人吃吧 咱们吃吧 咱们吃吧 谢谢大家